这一次与大家相聚,一同见证Hinoa的新品发布 就在去年的12月2日 中油发布了全新的智能终端品牌Hinoa 它满载着中油的热忱 给市场带来了新奇与热情 Hinoa相信每一个期待美好的人都应该获得美好 拥抱未知,探索可能 是Hinoa的品牌理想 它代表了一种生活态度 开放,无畏,和而不同 嗨这个词很简单,很日常 但蕴含了无限的能量 它把我变成了我们 它让我们一起对未来Chi 对朋友Chi 对生活Chi 对梦想Chi 对整个世界Chi 接下来就请大家和我一起回顾一下 我们的第一代产品 Hinoa 9系列的表现 Hinoa品牌的首款产品 Hinoa 9系列在去年发布之后 引起了市场的巨大反响 受到了消费者 尤其是Z时代年轻人的喜爱 一经进入市场 便跃升中国手机品牌 Top10 同时就在今年1月 又取得了全国全手机市场全平台 4000到5000档位 安卓手机单进行销量 第三的好成绩 正如Hinoa品牌的理想 拥抱未知 探索可能 Hinoa 9系列产品的热销 离不开产品团队 对消费者需求的深刻洞察 对工艺的精益求精 对细节的极致把控 正是他们的不断探索 才将我们的一个个理想 变为了可能 它有了今天 跃然涨上的优秀产品 让我们一起 把掌声献给我们的产品团队 感谢他们的卓越工作 和辛勤付出 作为一个全新的品牌 在极短的时间内 得到认可和喜爱 把希望和美好 快速地传递出去 那是一定离不开 屏幕前的各位朋友 和合作伙伴的支持 没有你们 也就没有今天 再次发布产品的我们 在这里 我代表Hinoa品牌 衷心地感谢 超过18000家 合作伙伴的鼎力支持 和对Hinoa 9系列的喜爱 最后 我要感谢喜爱 Hinoa品牌 购买了Hinoa 9系列 产品的朋友们 你们是勇敢者 对于新的事物 敢于尝试 敢于探索 你们更是建言者 没有你们的热烈反馈 直言不讳 就没有我们进一步 提升产品的体验 感谢自信的你们 对于未知的探索 对于可能的拥抱 更坚定了Hinoa的品牌理想 也让Hinoa继续 无畏前行 感谢所有喜爱 支持Hinoa品牌和产品的朋友们 我们相信Hinoa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那么下面 我们正式进入Hinoa的新品发布时间 在这里 我非常激动地向大家介绍 Hinoa家族的新成员 Hinoa 9 SE 这款卓越的产品 配置了1亿像素超新摄影 66瓦急速快充 搭载5G双模全网通 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探索未见 舞台交给诗仪 嗨 大家好 我是诗仪 很开心再次与大家见面 作为拿到Hinoa 9 SE真剂的首批用户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款全新且强大的产品了 也希望我的体验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 且深的感受 接下来 我们会从设计 影像 性能这三个方面 去介绍Hinoa 9 SE 请大家和我一起去感受它的魅力 首先要向大家展示的是 Hinoa 9 SE超漂亮的设计 我们都知道 手机屏幕越大 越清晰 就越能带来更好的视觉体验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 上下班通勤的时间里 会玩玩游戏 刷刷视频 中午吃饭的时候 会看一看最近的热播电视剧 调节自己的工作状态 长时间注视手机屏幕 对于大屏幕的需求 也就呼之欲出了 Hinoa 9 SE的屏幕尺寸高达6.78英寸 94.85%的超高屏占比刷新率高达120赫兹 更具备1.05毫米窄边框387PPI P3广色域 相信这一块高刷全面屏一定可以带大家感受更多精彩世界 如大家所见 这款手机配置6.78英寸高清全面屏 能让我们轻松拥有超大视野 无论是玩游戏还是看电影 都可以享受视觉的极致沉浸感 阅读时翻页屏幕越大 自然视觉越广 在家上网课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老师们的课件和材料 一块好屏体验更佳 同时屏幕像素密度高达387PPI 不管是阅读文字信息还是放大图片的细节 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细微之处的美感 不仅大还超级清晰 在色彩方面 HiNova 9 SE的屏幕通过P3广色域色彩显示 相较SRGB色域覆盖提升25% 色彩表现更出众 视觉体验更出色 P3广色域色彩显示技术 能够让屏幕的色彩呈现更生动 显色更接近大自然真实颜色范围 无论是壮丽辽阔的山川湖海 还是繁华绚丽的都市光景 雨后的彩虹 璀璨的烟花都可以在P3广色域的加持下 以更真实的形态鲜活地呈现在屏幕之上 同时这块屏幕具有万阶调光的功能 一块手机的屏幕亮度 如果不具备自动精准调节的功能 我们长期使用下来就会觉得有些肺炎 万阶调光能根据环境光线明暗的变化 更精准地自动调节屏幕显示亮度 无论白天黑夜 晴天雨天 都会匹配最合适的屏幕亮度 让你使用舒适 轻松护眼 屏幕搭载了120Hz超高屏幕刷新率 可以大幅减少画面卡顿的情况 使观感更丝滑顺畅 意味着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 奔跑画面会更加流畅了 用手指上滑社交平台内容时 也能一次性阅览到更多信息 体验一目十行的 畅快感 9SE在手中的感觉 真的满手都是屏 在极致超窄边框的加持下 我们的屏占比高达94.85%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界全面屏 无论看大片 还是玩游戏都可以充分调动我们的感官认知 带来沉浸式视觉体验 Hinoi 9SE进一步缩紧了整机厚度 薄至7.94毫米 我们在追求轻薄的同时 也考虑了长时间使用所需要的舒适握感 背面微弧设计搭配正面直屏 带来恰到好处的握持体验 不会有锋利的滑手感 不仅薄 墨感 更趁手 这一次我们运用了3D的玻璃后壳工艺 更采用了双模双度纳米级纹理设计 玻璃材质的后壳如水晶般 柔和且耀眼 精致且夺目 首先看到的这款颜色是梦幻冰蓝 设计灵感来自于莫雷诺冰川 放眼望去 矮矮白雪之中 浮冰折射反映出蓝天的色彩 这种蓝色晶莹剔透 一生灰 我们采用闪耀的双模双度纳米级纹理设计 精心还原冰晶透蓝的微妙光芒 梦幻冰蓝 希望能带给大家冰清的感受 梦幻贝母 是我们海诺瓦9SE的主打色 我们在众多有关白的颜色里 提取了高级的贝母白色 这种白色更加醇厚 在视觉上更亦有暖味的氛围 典雅又高级 拿在手中把玩更显温润的如玉气质 亮黑色 经久不衰的颜色 均点又神秘 黑色就像宇宙 看似内敛 但可以赋予它任何神秘 瑰丽的想象 沉稳 且奢华 Hinoa 9SE带来的全新色彩家族 梦幻贝母 梦幻冰蓝 和亮黑色 梦幻配色 遇上出色的你 让生活更出众 以上就是我们Hinoa 9SE的设计亮点 6.78英寸大屏 94.85%的超高屏占比 1.05毫米超窄边框 P3广色域 梦幻晶莹的配色 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大 更好看的惊喜 下面要向大家展开的是 Hinoa 9SE强悍的影像体验 这次Hinoa 9SE在摄影的极致上 又有了新的突破 请大家和我一起领略 1亿像素的超高清摄影 Hinoa 9SE搭载1亿像素次摄系统 主摄像头是一颗1.08亿的超高清镜头 这是我们首次在Hinoa产品上 实现1亿像素的突破 同时配备800万广角镜头 支持112度超大广角 并具备一颗4厘米微距镜头 和一颗200万景深镜头 这颗1.08亿超高清主摄 带来的1.08亿个像素点 像素点越多 成像细节越多 拍出来的相片先豪背线 极致清晰 更高像素 更多细节 摄影圈有个说法 叫做抵大一级压死人 意思是说 传感器面积越大 画质就越好 我们的超高清主摄 配置了1.52英寸 大底传感器 并且支持多帧融合技术 可以对成像 进一步进行像素级画质处理 能让美好的瞬间 被真实地记录下来 带给我们身临其境的回忆 这颗传感器 还具备像素 九合一技术 等效像素大小 达到2.1微米 这种大尺寸像素 使照片的动态范围更大 暗光能力更强 噪点控制的也更好 强悍的大面积传感器 可以在明亮的环境中 进行全像素拍摄 通过高分辨率 展现更多细节 而在暗光环境下 大像素可以进一步提升 感光能力 获取更多进光量 清晰还原细节 无论是黑暗环境夜拍 还是明亮环境 全像素拍摄 都可以感受到 大传感器所带来的 完美成像体验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春色盎然 暖意回容 我和朋友约好一些小聚 于是索性带上了这台 Hi Nova 9 SE 来记录这一次的快乐旅行 接下来就和我一起感受 沿途的风景 和聚会的可爱瞬间吧 我们的第一站目的地 就是花店 女孩子的浪漫旅行 当然是离不开鲜花的 当她抱着鲜花 站在花店门口向我示意时 我咔嚓一下 就把这一幕记录了下来 迎着阳光盛开的向日葵 她甜甜的微笑 都被完完整整地保留下来 有了一亿像素超轻摄影能力的加持 以及软硬算法的结合 随手一拍 都是大片 我们在海边一边散步 一边聊天 她站在灯塔旁 海风悠悠地吹着她的裙摆 海天一色的蓝 高大耸立的灯塔 脚边零散的礁石 远空掠过的飞机 这些构成了一片绝美的风景 一亿像素高清风光摄影 不仅可以清晰表达画面的层次和色彩的细腻 还能通过裁切放大 进行二次构图 利用像素的清晰度 重新展现新的影像故事 手上的鲜花 放大也清晰可见 海天的蓝 灯塔的红 和近处的石胶 蓝与红 圆与近 深浅均可表达 这些都成为了构成整片风景的好看画面 我对这张照片实在是太满意了 已经加入我的电脑壁纸候选名单了 一亿像素超清摄影 还体现在近物摄影的表达上 石膏的纹理 金属的光泽 光线与阴影的明暗 错落有致 非常清晰 即使放大画布上的鲜花 也是活灵活现 我们还可以放大再放大 画布和颜料的纹理都如此逼真 仿佛这幅画 就在你的面前 伸手一触就可以沾染到胃干的色彩 后置搭载112度超广角的800万镜头 可以让我们的视野随时随地轻松切换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 就是我们旅行图中的随手记录 没有苦心找角度拍照的烦恼 无论是蓝天白云 还是雄伟建筑 超大视野都能被囊括其中 除此之外 Highnova 9SE的人像虚化能力也不容小觑 大光圈单反级别的背景虚化 能让我们拍摄的画面主体更加突出 层次分明 这张照片里 无论是飞扬的发丝 娇艳的鲜花 还是向远方延伸出去的白色背景 都把它映衬得更加好看 怎么拍 都是海报主角 Highnova 9SE强大的摄影模组 还带来了4厘米微距镜头 玻璃杯底的微镜纹路 也能被拍得清清楚楚 祝我们放大 微观世界的细节之美 Highnova 9SE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功能 就是笑脸抓拍模式 很多教程都会教我们 通过有效的表情管理 在面对别人的镜头时 呈现出自然的表情状态 但朋友聚会的开心时刻 所有的快乐都会发自内心的 写在脸上 打开笑脸抓拍模式后 笑脸就能被自动识别到 并且拍摄下来 自然而然的抓取最真心的笑容 留住每一个快乐瞬间 这次的旅途之前 我特地学习了很多拍照的小技巧 发现抓取运动轨迹的某个瞬间 是一个收获好看照片的超棒方式 但这对于手机的运动抓拍能力 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Highnova 9SE通过AI抓拍算法 可以智能调节快门的速度 定格精彩的飞舞瞬间 即使像我这样的拍照小白 也可以轻松拍出 很有氛围感的超级大片 说起拍出好看的照片 前置自拍算是我们平时 使用屏次最高的一个功能了 Highnova 9SE配置了 前置1600万摄像头 等效2.0微米大像素 同时可以运用AI智能美颜算法 有效美颜 清新自然 前置广角镜头 可以自动识别多人自拍 轻松框住所有人选 精准识别每张面孔 这段是他自拍时留下的一小段录像 无论是自拍还是合照 前置镜头都能做到精准美颜识别 超过三人合拍时 前置镜头也能自动切换广角 广角镜头能够框住更大画面 站哪里怎么拍都好看 这两张自拍也非常能体现 广角镜头的可爱之处 打开广角后画幅更大 能记录当下自拍时的更多细节 构图也更好看 美颜功能进一步加持了人像的美丽 让它原本立体深邃的面容更加精致 还原它的真实美貌 除了拍照 拍摄视频的功能当然也很重要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记录 且爱分享生活的人 平时看到有趣的或者好玩的画面 都想第一时间用手机记录下来 在这次旅行中 我充分尝试了 HiNova 9 SE的创新Vlog玩法 可以说是打开了Vlog小白的新世界大门 首先要特别介绍的是 双景双路功能 顾名思义同时录制两处风景 两幅画面 并且支持一次成片 现在它已经成为我 记录生活片段的主要助手了 前后双景双路 可以同时开启前后制镜头 可以非常好的支持 不同画面之间的互动 拍摄现在很流行的Reaction视频 不用再通过画中画的后期剪辑 就能一键同步录制 录制时 后制还可以继续使用变焦功能 支持一至八倍的变焦 这一段录像中 它在拍摄自己的同时 也可以记录我们聊天的样子 一次成片 用两个视角留存住这一段快乐片刻 厚厚双景双路 则可以同时打开 一翼主摄和广角镜头 使主角聚焦 背景清晰 这段影像中 我在用HiNova 9SE 记录它作画的温柔神态的同时 还能放大见证一幅画 逐渐变得生动 饱满的过程 感觉真的很棒 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功能 要介绍给大家 就是前后切换不断流功能 它能让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随心切换前置或者后置镜头 无需重新录制或后期剪辑 即可完成一次成片 这样在朋友聚会的时候 就能够通过切换镜头 一次性记录彼此的笑脸 实在是太方便了 此外HiNova 9SE支持超级夜景模式 在超感光大抵传感器的加持下 后置超级夜景模式 可以更真实地还原夜间色彩 所见及所拍 夜色中 建筑和大桥的外灯 清晰柔和无造点 后面的楼群明暗有度 水面的倒影清晰真实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 就是我用HiNova 9SE后置夜景人像 给他们拍的夜景照片了 超感光镜头配合大光圈 让面部细节都得到了保留和还原 衣服上流淌的细碎光芒 也得到了完美体现 十分有氛围感 背景暗画突出了人像暗拍高级质感 照亮他们的动人美丽 这张前置夜景人像也非常好看 1600万镜头和等效2.0微米 大像素的组合 柔和的皮肤 光影的虚实和它的发丝 都能清晰可见 后面的背景没有模糊 霓虹灯清晰无噪点 夜间自拍也能细节满满 HiNova 9SE也同样具有花瓣剪辑的功能 支持一段视频 多段视频 多张照片 以及照片视频混合等多个选项 智能一键成片 轻松完成大师剪辑 以上就是HiNova 9SE 一亿像素超高清摄影的核心功能体验了 这一次的旅行是短暂的 但沿途的风景 聚会的欣喜都被HiNova 9SE收录在侧 春日渐暖 希望我们都能在越来越明媚的春色里 拥有在阳光下和朋友们放声欢笑的快乐 接下来让我们把舞台交给超哥 有请超哥 谢谢师姨的精彩介绍 听完师姨的切身体验 大家是不是迫不及待的想要感受一下HiNova 9SE呢 别急 它还有一些优秀的性能 我要介绍给大家 我像很多人和我一样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回到家里 顾不上手机电量耗尽般的倦意 又要马不停蹄地迎接生活的琐碎 但努力又热爱生活的我们 往往只需要一个洗漱的时间 就能洗去一天的疲惫 与此同时 当然也希望手机能够通过片刻的充电 立即满血复活 HiNova 9SE就是这样一个给力的伙伴 它支持66瓦急速快充 配合4000毫安大电池 让我们远离电量不足的困扰 带给我们用电无忧的陪伴 而急速快充有多快呢 15分钟 我们只需要15分钟 就可以将手机充满60%的电量 35分钟既可以充满100% 无论工作还是休闲娱乐 都毫无压力 满电相伴 打消我们的用电焦虑 在HiNova 9SE上 我们使用了6纳米 制成工艺的高通骁龙5G芯片 这位HiNova 9SE提供了一颗强悍的心 这颗心不仅性能强 同时支持极速双卡双5G 对于新一代的年轻人 极速双卡双5G 可以更便捷地区分工作和生活 让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工作 潇潇洒洒地生活 彼此不打扰 彼此都高效 而强悍的性能 离不开优秀的散热表现 HiNova 9SE用独特的三明治散热架构设计 配以高导热的石墨锡材料 导热系数高达1300瓦每米度 即使是重度的手机使用者 也丝毫不用担心 可以随时随地地刷具 可以畅快淋漓的游戏 散热不再成为问题 我们都知道 体验能够带来最直观的感受 而智慧的体验可以帮助我们更顺畅的使用产品 获得更多的便利 同时 体验既具有共性 又具有独特性 在今天万物互联的时代 HiNova 9SE致力于为每一位消费者定制化的柔顺体验 它是一台懂你的手机 是你工作和生活的缩影 期待大家到门店去感受 HiNova 9SE带给我们的智慧新体验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 HiNova 9SE 希望这款有着经验的ID外观 1亿像素超清摄影 6.78英寸120Hz高刷屏幕 创新Vlog 花瓣剪辑 6nm高通5G芯片 66W急速快充的超级终端 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让我们一起探索未见 分享生活的点滴 共享快乐 接下来就是朋友们最关心的产品价格 那就让我来为大家揭晓 HiNova 9SE8加128G版本的价格是 2499元 8加256G版本的价格是 2699元 购机的同时 我们还将免费赠送价值199元的 66瓦快充充电器套装 加量 不加价 这两个版本的产品 都将在4月19日20点08分开启预售 4月23日10点08分准时开售 欢迎大家通过各大授权电商 授权零售商选购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本次HiNova 9SE的发布会 感谢大家对HiNova品牌的支持 让我们和HiNova一起拥抱未知 探索可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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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